對aza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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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正式開始 就今天可以坐坐吧 那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有看到說在Slido上面 不知道為什麼已經都有480個贊 460個贊 不知道其實有人很創新的 寫了按讚的程式 因為在後面大概就沒有那麼多贊 不過當然也有可能是 這真的是大家很Eager 很想要聽到這些問題的回答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那我就不再用簡報或其他的方式做闡述 我想我們就直接進入大家的問題 因為我看有48個問題 所以平均起來每個要可能 就是70秒回答之類的 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可能有些按讚數比較沒有那麼多的 可能就很保險的每個問題我都會看過 那我們就開始 那第一個問題是說 哪些政委這方疫情形開發系統 這些有沒有通過無障礙標章認證呢 都沒有通過 不是這樣子 我們的那個QR Code的 當然結尋失聯制不太可能通過無障礙認證 因為它就是掃QR Code的一個做法 所以那個確實是沒有通過 所以那個確實是沒有通過 但是我們另外一個產生QR Code的 就是大家可能也用過的 就是包含疫苗的證明 或者是居額的證明的那個網站 在BBC那個是通過 應該是2.1吧 的那個無障礙標章 所以不是都沒有通過 那 但這個問題是問說 是不是市長朋友不需要口罩 或者不需要疫苗呢 當然市長朋友是需要口罩跟疫苗的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那在1922年 具有名點TW就是 定應疫苗的那個網站 剛上線的時候 確實在那個時候 他平常說碰到我們的CAPTCHA 就是驗證碼沒有聲音等等的這些問題 這是真的 並不是一上來就有人證 那但是隨時市長朋友反應 我們就立刻修改 那到後來 比如說三倍券一開始的時候 好像也有些無障礙的問題 那到五倍券的時候 大概就處理好了 那這個朋友其實真的想要問的是說 目前無障礙設計規範 已經成為機關網站的天條 但想要問說 有多少市長朋友 會來觀看建立網站考駕照 其實我就不知道 那真的不知道 那工總每年舉辦 柯南找問題比賽 無限制擴張五張來的重要 那這個問題是說 如果我們尊重市長朋友 取得資訊的權利的話 會限制了99% 一般民眾使用網站的便利性 以及創意發展 這樣很好的問題 我們在就是 不管是緊急狀況 像1922 或者是比較長期的再設計 好比像說 紀念書的網站 是我們幫忙再設計的 或者是 或者是之前有一些 top-down的一些政策 像 向山至今的那個 登山申請的 等等 那這些都是我們 會被臨時招辦 要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 就趕出網站來 所以後來我們在這一兩年 也就是比較學怪了啦 就是說 反正如果我們臨時 只有可能三天的時間 就要做出網站 我們如果不是用已經無障礙 沒問題的那些建材 就是那些原件來做的話 那幾乎立刻那個上線的隔天 我們的優勝數學會 或者是從那些民間的朋友 立刻就會透過這個 不管是我們另外一位 萬一正委或者是檢查委員 或者等等的人 立刻就會讓我們知道 所以這個問問題的人的狀態 我也有經歷過的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建立了一套 叫做P-list的設計系統 如果找P-list的設計系統 是可以找得到 那這一套做法就是 它可以直接 讓你的網站的廠商 或者如果你是真的沒有時間 找廠商 你就自己刻出來的網站 你叫加幾行CSS 加幾行JavaScript 它就會自動把裡面 的這種CSS裡面 對付狀態不友善的地方 把它去改掉 那就好處是說 不是只方便視張 像我操作筆電的時候 我很習慣用鍵盤 我不是那麼習慣用滑鼠 那如果你用的是 這套設計系統的話 那它可以整個用 鍵盤就可以操作到 網站上面那部分的選單 等等 所以就是說它不是 只對視張者有好處 對於你要寫機器人卡 那個網站有好處等等 那但是如果你是 已經建好的系統 當初沒有考慮到 也沒有套用設計系統 那再去做 這樣子一次性的改變的話 那確實是很麻煩 因為你可能已經 設計了一堆 就是對視張不友善的 東西進去了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 就是 就是要用設計系統 那我們當然未來 像我們現在在 籌辦說話 我呢就會從官網開始 就套這個設計系統 那它原因也不是 只是為了我們的障礙 而是說 所有的東西 它的配色 字體色盤 就是你到任何一個部裡面的 任何一個網站理論上 看到的東西都要給人 類似的體驗 類似的感受 那這樣就不會 讓人覺得說 好像我不知道到了哪裡 的這種感覺 它可以很有效率 有一個一致的體驗 這是真正的目的 那裡面的 就是無障礙的部分 那個就是順帶 讓我可以就是 少受這樣子的一些 對 就是Hustle這樣子 想做這些 事後的一些補救 所以我是蠻 蠻同情這位朋友 但是我還是覺得 在一開始用的 那個建築材料 如果就沒有這個問題的話 那可能大家的時間 可以多換一些時間 在創新上面 那就是很具體的回答 那有 是因為朋友們想要問說 政府要機關發展 真是會轉型的創新作為 那包括總局這邊的創新 都是把他們就是 由下屬機關來創新發展 那自己開發出系統 提出創新之後 那總局再評選 推廣到各個下屬機關 就像我們總統 會配合送的這個做法 很多是地方政府 或單一的部會 那他們先就是 適合三個月整合起來之後 那如果他們得了 總統隊的冠軍的話 那當然總統在指示說 我們點預算等等 那明年去讓各個部會 或者至少各個地方政府 需要的地方政府 都可以使用 但確實包含了 有他的挑戰 就是說下屬機關開發系統 在人力目的系統 整合資產防護上面 有所困難 所以創新本來是說 你有一個pilot 好像是說成功 或者失敗都可以 失敗也是有所學習 但是負擔很重 因為感覺上好像是 不帶無障礙 不要障礙 自然檢測也要通過 什麼的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朋友就問說 那是不是應該由上級 統一規劃開發 再推廣到下級機關來實施 以及可不可以分享其他機關的 創新的做法 我想這裡有兩個可以 我自己的經驗分享 一個是說在疫情期間的這一切 像剛剛有提到 抗照地圖 抗照地圖大概 在後來有專門做給市長的 最棒的聲控的都有 但是在一開始 大概沒有哪個公佈 無障礙認證 但是為什麼 就是在那件事情上面 我們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那並不是採購 我們並沒有採購 任何東西 我們只是請健保署 用開放式API的方法 每30秒鐘 提供每個藥局的口罩的傳量 那當然之後也用同樣的 各式式處快篩的傳量等等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由一間的能人實施 就是自己去用很多是 就是自由軟體的方法 去公開他們的做法 那公開之後 當然有些人就會覺得 那不滿足這個需求 不滿足那個需求 那因為是自由軟體嘛 所以他們就自己在分析 在分析在改 就可以了 所以像很多三角形的那個地圖 就是江明宗那個版本的地圖 後來就用了在什麼好席券上面 他大概很多 各種各樣的應用 所以當他是在自由軟體 然後在GitHub 或者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比較不會有 就是我們這邊看到的 創新的負擔 因為第一個 他的負擔被民間的這些能量 所有比較稀釋嘛 就是他們自己有很多看到他們的痛點 那我不需要等到我們的機關來做 他們自己就小規模做出改善 那但是他們做的事情 大概很難 就是operation上面 很難持續一年兩年永續的圍影下去 所以at some point 我們就會去看說 那民間的這些自由軟體 有哪些值得我們公務機關來持續圍運的 那我們就會把它轉成持續圍運 所以在過去幾年的總統 每個歌頌大概都是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在最風險最高的那個情況下 幾乎都是民間 那甚至從每個月份的一些提案 我看到他的提案的那個文字 就充滿標牌的一些氣息 就應該是公務同人提的 但是他就會說 就是民間的某個協會 或者某個大學 或者什麼 他來試做看看 那如果沒有得了 從每個從行而實講 那就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那他只是請公家去參加民間活動 但是如果就成功的話 那立刻就會變成他有充足的資源 去做這方面的實證上面的配套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就是試著把有風險的部分 就是跨物能開放式的這個自由軟體的創新為主 就是一個做法 那另外一個做法是說 如果從下起機關的角度來看 在資安或者整個能力無力系統方面 沒有一個很穩定的平台的話 那確實光是做像深度測試什麼 就是很高的成分 所以我們在日本部 我們有搭建像Sandstorm 這樣子的一個零星人的平台 那它是保證說 在Sandstorm裡面你跑的任何城市 它都是sandbox起來 所以就算你沒有資安風險 它也不可能去向滲透到其他的系統 所以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如果想要寫一套新的問卷系統 或者是統計大家的食物 參考詞什麼零電檔 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只要寫最基本的Gioscript 或者用任何你喜歡前後段來寫 那它只要能夠包裝成一個Sandstorm裡面的一個package 那我們看明天有任何好的創新 像HackMD 我們就把它open source的部分 包裝起來 那是一個共比的就是系統 那共比的試算表等等 我們就是把它包裝成一個自然 已經知道沒有問題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這套大的系統 所以我們是請GIF 請DevCore 請這些白帽牌客 打了大概六個月左右 確定都沒有問題了 我們才上線 所以也許是由上級機關來提供一個 零信任的上線 那在裡面的任何創新 一致都不可能有自然問題的情況下 那再讓大家在這個共用的想像裡面 去進行小規模的Poletide跟創新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或許 未來可以想像的一個做法 而像至少在資安的可貴上面 大家負擔比較稍微輕易一點 希望要回答這個問題 那因為我語速比較快 所以如果有要追問 或者是說希望我哪一句話講得太快 沒有聽清楚的話請隨時舉手 那我會稍微停下來 不然我就被這樣一直講下去 那有431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政府機關目前都會進行用大陸的產品 就是在處理公務的事項上面了 那規範不包含員工自己的財產 那對於如果說用大陸品牌手機 或者想要命條處理公務的看法 這個應該是很明確是不行嗎 就是說如果是個人的產品 他就不能跟公務環境接接 那但是如果你是處理公務的事項 特別想說你還是收了公務的E-mail 用它來回公務的E-mail的話 那這個沒有辦法主張說 不跟公務環境接接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只能用來處理個人 就是私人的事情 那對於這種狀況的建議 對於這種狀況的建議 就是用另外的平台手機來處理公務 沒有說很有創造力的建議 因為這個我們現在的狀態是 就是富裕公務環境接接 它還沒有波及到一些就是 顯然沒有傳輸能力的這些東西 不然的話就是什麼硬體都要換掉了 我們並沒有走到這個程度 但是手機它是又有運算能力 又有儲存能力 又有很多聯網 所以其實很難想像說 你用不任何方式解釋 可以把手機排除在外 所以這個大概沒有什麼辦法 就是要改變大家使用的習慣 可能就是先這樣子 那有三百五十位朋友們問說 科技時代政府在為了順應潮流 往往會鼓勵員工提出創新案 那創新案的推行 應該怎麼樣實施 才能夠順利的實行 那對於由主管機關指示 瞎館單位提出瞎館單位 並且進行推廣 有什麼建議 可以給瞎館單位 讓執行更加順利 我們自己的碰到的狀況 大概都是 你要用實際碰到痛點的那一個人的提案 那這個通常都會work 那因為如果是他的上一級主管的提案 有時候就會變成是 解決那個問題的symptom 就是一些表證 但是並沒有解決那個問題本身 那就很容易變成 你有多一套系統 那本來那樣是用來不能完全廢掉 然後就變成兩套系統都要維持的情況 這個是最常見的情形 那我舉例 他比方說實際上 我剛剛加入內閣沒有多久 我們在政務會議 有院長長期政務委員的那個會議 上面就聽到 我記得應該是法務部吧 好像要採購那個 就是高速的掃描機之類的 那但是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們知道 好像替代衣服要退場了 那他們有很多卷證 那要就是掃描 然後紙本才能夠交換到司法院去 就是所謂的院間交換 那但是當時就是 就是我們在討論 要不要買這種 告訴他們 這也是創新嘛 那就是不需要這個替代衣服 一張禁止 對那但是我們就想問說 可是為什麼需要做這種事情 不是一個數位付本給他就好了嗎 那後來就發現說 雖然我們有輩子生長發那麼久了 但是院間之間都不認數位的本質正本 只有資本才是正本 所以事實上就會是 我本來是電子文件然後輸出 但是還要去那邊之後 還要掃描 掃描完之後還要再輸出給我 才算都是正本的情況 就是一份文件要掃三次 第三次很難想像的情況 那就是說我當時剛進入政府 所以還很難想像的情況 現在很容易想像 那所以總之在這個情況下 當時後來我們去協調 我就發現說 他們其實只需要有人出來說 用就是電子文件交換也算是正本 那讓他們能夠拿出這個依據 就是要比方說數位正文的這句話 來當作依據 那去在可能好像地方的法院一些事情 然後一無到高的法院到最高法院 當然現在他們已經全電子 院間交換也 司法也鴻鏈都已經成立了 已經踏入WEB3的時代 但是當時這個我發現就是說 如果當時就是我們採用他的那個 這個看起來好像就是 頭痛一頭的那個方法 來當作創新案的話 那實務上面其實 雖然不是替代儀 但是還是就是公共有很多時間 會浪費在就是 資本的收集處理 跟資本的輸出上面 那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實際去看 第一線的那個痛點 然後 讓那個痛點能夠冒上來 那有時候像Slideo這種 辦一名的方法 其實是一種 冒上來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你要房間裡面的人 才能用Slideo 但是你不知道是誰PO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在網上直面 不知道什麼一名的人是誰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很快速的收集到 因為當時我們 因為我是政務委員 我們協調會議的時候 各機關派的人 他只要長官來 署官不可能舉手法言 就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署官才知道那個痛點在哪裡 但是我們PO了Slideo之後 就真的冒出很多 就是很有創意的這個做法 所以我覺得 就是某種活動方式的調整吧 就是讓那個實際的痛點裡面 像剛剛講的那個 你為什麼電子簽章不算數 這個能夠冒出來 那冒出來之後 再去用需求翻譯的方式去解決 那這個我們在政府數位服務指引 就是國發會那份文件裡面 後來我們就加很多就是UZ 就是你使用需求為出發的發現的方法 然後跟民節的就是採購的範本等等 所以如果你們有一些就是廠商 後來是用民間範本的話 那那個廠商的能量 也可以拿來去幫你做 這樣子的需求發現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現在是很基本的 所以類似企業範本 你記得勾的話 他就會去每個禮拜 或每兩個禮拜 幫你去做需求發現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蠻重要的 就是大家掌握一些 基本的服務設計的原則就好 但是實際做服務設計的事情 這個是我們民間能量是非常充配的 所以也可以多用民間的能量 來進行服務設計 然後把整整的需求找到 希望來到這個問題 有358個朋友們問說 目前數位轉型往往是 業務單位的負傷法 有資訊單位來負責解決問題 但是在新聞報導 或者業務報告的時候 數位轉型往往會變成 所以業務單位的攻擊當然是這樣 那其他物料單位的功勞 還有一個故事 那其實除了像你一樣 因為自己的知名度 來讓社會注意到物料單位的貢獻 就是像說口罩系統 那是因為其實民間的人做的 其實民間的人 他當然不會願意被 我們的業務單位收割 比較好虧的 而且他們每個都是KOL 都是自媒體 所以很多是民間 就是自己散播出去的 那有沒有辦法讓物料單位 或者重視 或者是業務單位跟物料單位 能夠用什麼樣子的模式 來合作比較好 我具體的建議大概就是 多跟民間合作 這個是我們一直在突破的 像我剛進政府沒多久 當時有一個蠻大的突破 就是只要受賞同意 限制性的採購 可以從9萬變9萬 沒有記錯的話 那後來就 我們像在向山致敬等等 這些案子的時候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 怎麼樣子的解決方案 真的才適合享有這個做法 所以當時就真的是一個 拋鑽引魚的動作 先拋出了一個 就是山友們都覺得非常 糟糕的一個做法 就是你登一座山 然後你要訂山物 然後要不同的保留區 國家公園什麼要做申請 那本來你要跑四個網站 覺得非常的累 那後來拋鑽引魚的那個鑽 就是說你只要到一個網站 那個網站幫你彈出 四個網站的視窗 這樣子 也是一種一站式服務 不過就是一站式而已 但是這個我想是 就是蠻有幽默的解決方法 但是事實上山友不買單 所以山友不買單的時候 這個時候 因為山友自己 都有自己的人買 他們有他們認識的資訊單位 資訊廠商很多行创 等等 當時好像什麼登山書 建型筆記 什麼都非常的感興趣 那所以我們就用了很多 九十九萬 應該還不知道九十萬 九十萬左右的案子 那每個案子都是把既有的一個 山友們不太喜歡用的介面 把它轉成看不像是MDI 也就是說在網頁上面能夠讀取的 那機器人也都要 能夠用JSON來讀取 在網站上可以寫入的 機器人也都要寫入 但是它不是用來賞票 它只是用來 讓我們真正的那個一站式登山 能夠變成好像固定.com 這樣子 所以你在上面提了之後 那它自動幫你把那個行程安排好 你把後段的網站做好 那後段網站還在 並沒有廢掉 但是它變成是 讓尤其是 就是手速度 或者是 對以前的那幾個網站 不夠熟悉的人 它第一次申請的時候 它的體驗能夠變得比較好 那這個時候 木料單位就很容易受到重視 因為是這個木料單位 作為業務單位 就是分門別類這四個網站 跟民間的這些型床 就是剛剛講到的 登山樹天使筆記 等等的這個中間的橋樑 那又因為比較巧妙的用而 這個就是玩的採購的方法 所以每個都速度非常快 那就是立刻就 決標立刻就回來 那回來之後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再開一個不到一百萬的去調整 它去調整 等於是說每一個 在這樣子的一個合作的關係裡面 大家都是看得到民視的API的 我們整個API文件 全部都是 等於是拋棄主座 全等於是公開的 所以大家很多小的團隊 那每個不管九萬還是九十萬 在同樣的一個大的工作區域裡面 每個人稍微認理一小塊 那這個時候 因為他們每個都有傳播歷碼 所以我們就看到 比如登山界的KOL 換來稱讚 我們用寫作會議 或者用API first 或等等這樣子的處理的方法 那這樣你自然就有潰勵 這個規定並不是你的長官 就是部長給你的 而是民間給你的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 回來五年多來 都是這樣子在運行 或許是稍微可以想一想 那業務單位 我覺得就是放慣心 就知道說 就是我們的重點 是在快速疊待 那每次回來的東西 因為你兩個禮拜之內 又可以再改一百 那就跟以前那樣子 半年 或者是一個驗收期 可能甚至一年 才能夠再改一百 那個思維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它就是建立在說 所有進來的這些小團 對能夠共享的程式嗎 或至少共享 也可以在穩健 共享M2M整個測試上面 所以應該 有看到不少人的調整 應該沒有問題 那個術語沒有用太多 那我們就再往下 有三百三九位朋友們問說 原宇宙跟政府機關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那相信大家知道說 我現在用的詞 比較是多元宇宙 就是多元宇宙 就是多元宇宙 那概念就是說 每一個人 他不管是要繼續互動 或者是說 像Web3 好像講聯盟店 商店什麼 可以按照我們的 實際需求來安排 而不是說大家都 非得進入像 Facebook的 祖克國的宇宙裡面 就是不會被 就是廠商綁定 不會被 單一的這種 hosting綁定 那我想舉的例子 就是Minecraft 就是創世神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自己 架一個 Minecraft伺服器 現在全世界好像 二十萬台左右 那只要每一個架起來 他就是自己的小元宙 那在這個小元宙 又可以跟別的小元宙 借解 那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多元宇宙 那有哪些公共行政領域的流程 也許是可以導入的 以及要落地執行 第一步該做些什麼 那像Web3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對 就是資料的民主化 像我們的司法聯盟 也沒有推薦 才會找去他們 參與記憶遊戲 那他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透過不是封鑾 而是好像五個機關吧 自己組給封鑾 那每一個證據證物 數位存證等等 在實際採集的時候 因為他想要證明 這個USB裡面的檔案 中間沒有被改過 所以他就直接做一個 開始嘛 做一個雜錯 然後把那個雜錯 上他們自己的小宇宙 那但是因為這個小宇宙 跟另外四個姐姐 那所以這五個只要 他們共識決嘛 只要有三條 覺得說這個是當年的正本 那之後在每一個就是 偵查流程啊 以及舞蹈起訴的時候等等 這些都有證據力嘛 到法庭上都有證據力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還不錯的應用 就是這有點像 當時我在做那個 冤寂交換的案子 覺得它並不是非常fancy的東西 那大概也很難解采 在開幕上國際同調 但是這是很實在的 把同仁覺得不安心的部分 或覺得太費力的部分 用一種既省力又安心的方法 又稍微解決一點點 那我們多一點這樣子的創新 然後養成大家說 欸我稍微創新一下 就可以省一些時間 的這種習慣的時候 你就又多出一些時間 去想出更多的創新 那如果你的時間是 怕再說 就是讓大家很創新 就是很省力 但是並不安心 那或者是說 反過來講 就是說讓大家覺得比較安心 但是事實上比較費力 因為像剛剛想要 維護貴持兩樣的系統 那這樣的話 這個創新就很難繼續推行下去 所以我會具體建議 就是如果要導入Web3科技的話 並不是說好像最行最吵的就是好的 那有一些很基本的 像剛剛的這種聯合鏈的東西 或者儲存上面可能 IPFS之類 可能只是讓你多一份被一份而已之類 其實就是 譬如是什麼 了不起的科技 那但是每次用的時候 你又更安心一點 而且又可以更省力一點點 那這樣就可以很快的推動 那所以絕對不是說 要大家 就突然之間 把我們在這會議 是全部都VR建模 然後什麼每個人都跑去 麥塊裡面開會 或是這樣子的聲音 去拿這些技術裡面 我們可重用的 比較像剛剛講 跨力客公共城市的部分 那在我們的基礎建材裡面 去慢慢提升 這樣子 那有336位朋友問說 目前政府警官人 在製發相關執本的證明文件 例如像是權帳 身份證 部門名部 行帳 駕照 駕照 我們的數位證明 不管是疫苗證明 還是居隔證明 我們還是會處PDF的 那原因是因為 就是有一些朋友 他是 就是在數位機會上面 不均等 那因為我的focus group 都是我阿媽 就是快要90歲 基本上就是超過我阿媽的朋友 能夠處理的部分 我就會偏好用值等輸出 或者是說用值等收集 但是在處理的部分 絕對都是數位化的 所以 其實重點並不是在 蒐集跟利用的時候 絕對不能用值等 絕對無值化 而且他不能因為 蒐集是值等 或處理 或利用是值等 而處理 就走一個類別的流程 在處理段 一定要是數位的 那但是 就是多用一些 念表機 我是覺得 或多找一些朋友 我是覺得還好啦 那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他 手機上面 雖然有裝那個 數位疫苗的證明 我們想說 最近的那個 SHC的證明 他可以去美國 澳洲 日本或以前歐紅的那個證明 當然 可能覺得安心 但是 很多人錢包裡面 還是會放一個印出來的 那個 有火灰的 就是黃色的折起來的 那個QR Code 但是事實上 這兩個是完全相同的 並沒有什麼 哪一個比較好不好的問題 因為那個QR Code 也沒有辦法圍造 那也是電子錢上出來的東西 但是 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我要是手機每天 萬一怎麼樣 那多一份十分比較安心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應該剝奪掉 多一份十分比較安心 這樣子的想法 但是要很確定說 那張紙上是有QR Code 而且你可以在 就是 很短的時間裡面 就可以去做整備的查驗 那這樣子的話 就像剛剛講的 這個處理階段 是相同的程式 你不需要說 你不需要說 我驗手機上的QR Code 跟驗脂的QR Code 都是兩套不同的 神經病是同一套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就可以 可以 同樣的程度的減少偽造的風險 但是又可以照顧到 數位平均的需求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有334位朋友們問說 公共總局是國內 道路基礎建設的主要部門之一 長久以來 因應智慧化有非常多計畫來執行 但是現在面臨 資訊跟資安架構整合性的問題 那國內這種 以工程導向為主的機關也非常多 那未來要怎麼樣子 在數位轉型之下因應 這些非常好的問題 我覺得資安 它如果有共通的 就是特別是 authentication 當然 我們真的要講運算 或者是資料存體 那個也是有一些 新的一些做法 那但是 特別是認證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看 剛剛問那個 就是駕照啊什麼的問題 那在後面還有問 很多這個什麼生物 身份辨識 有各自疑慮啊等等 所以這個 這個parameter就是 到底怎麼樣 確保這個人是 這個人的這件事 當然還是要先解決了 那像我們最近在籌辦 就是MOTAN 社會發展部 那我就還蠻堅持說 就是從 剛開場的第一份公文 就應該要可以用 行動自然明證來簽 那但是這個其實 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技術 PKCS 幾十年以前就已經成熟了 沒有幾十年以前 就已經成熟了 那但是 一直大家都 還是很 比較相信卡式的 責任明證 比較相信 桌機 等等 那我覺得 都不是技術原因 就是完全是 操作習慣的問題 就好像 剛剛講的 比較相信職本 但是 總是要由我們個人 出來說 Zero Trust 的情況下 你用你的手機 再加上手機上的生物辨識 手機的生物辨識 也沒有傳到其他地方 那它應該是要 相當於用PKCS 千張的這件事情 因為它明明也就是 PKCS千張啊 對 那所以 我是覺得像這些東西 要先確立 那確立之後 變成大家 新的作業習慣 大家用一陣子之後 發現 這樣子更方便 而且 事實上 嚴格來講 它自然的攻擊表面變小了 那這個時候 你本來的那些 各種不同 就是 狀態的這種自然 才有可能 改到一個 就是比較 讓大家在創新的時候 比較不受 比如說 你人在哪裡 或者是你在內網 還是外網 還是等等的這些影響 那但是這個 並不容易 不是說 我現在講一句話 這個明年就 所有的這些 都會改變 所以 我還是覺得 尤其未來 因為資安 會慢慢集中到 資安署 跟資安院裡面來 所以 至少要確保說 資安署跟資安院 就是 機關跟法人 自己的平常的作業 都是用這些 將構 那這樣的話 它才不會被這些 人家被我嚇到 那我覺得這是 蠻重要的 那至於說 很具體的 就是 資訊要怎麼樣子 整合等等 因為這個是 牽涉到 各位的domain knowledge 我是絕對 不會不懂裝懂 但是 我自己覺得 蠻重要的就是 至少就剛剛 那個public code的概念 就是 各個不同的 相界界的系統的 甲方 至少要有一個 看得到 就是其他的 跟你同一個 機關的一方 跟你的系統 是上游或下游關係 那我們這幾年 推API Open API Blue Cream 至少看得到 API的流向 但是 未來我想 逐漸 就是連程式碼 尤其是 可重現的程式碼 你可以自己 拿一份 然後加到自己的 尋規劑 等等 我覺得這個都是有必要的 因為不然 你在穿接的時候 很容易我們就浪費 多時間 再說這到底是你的錯 還是我的錯 因為我沒有辦法很容易的 把 就是對方的那個系統 在我這邊自己加一份 然後自己測試看看 所以像之前 發傳系統 Trace系統 很多的原因 就是因為 有些是 機關署 有些是 委屈部 那機關署 也是不同的時期 那他們很多的一方 因為不可能看到 彼此的城市 所以發生這個 穿接問題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 快速的確定 所以雖然他們有 很現金的資料倉書系統 但是這個資料倉書系統 在新的需求出現的時候 沒有辦法很快的 解決進去 那當然我去了 就 立刻簽了四張MDA 就變成 就是四家廠商的一方 然後就自己下去看城市 但是 就是總不能都是 我開發 所以 就說 大概特別是 資安的專職人員 可能這個也是一種 Monitor的工作 一種Forensic 跟Monitor合一的一種工作 所以 發生這種需要應變的時候 至少要有一些 不一定是資安專職人員 可以是 諮詢人員家 都是能夠理解說 這些 到城市馬層級的東西 怎麼樣很容易的 把它拷出來一份 然後自己開始做改動 或者是找你比較熟的 別的廠商做改動 我覺得這個也是 蠻重要的 所以是內部的 Source Disabilities 跟Data Disabilities 有三分三三位朋友們問說 資訊安全跟業務發展 和雙邊的信場 有些衝突在 現行的資產業務 日漸沉重 未來成立資產業務 目前各單位面移的資產議題 資產業務 成立之後 會有什麼變化 或者是改善策略 像剛剛那個手機簽公文 就是一個 零星院的架構的一個例子 就是 或是說你在內網就相信 你在外網就不相信 而是不管你在內外網 反正都做一下 行動自然評診 驗診再說 那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 就是狀態也蠻好的 因為經過疫情 大家用過 就是不管虛擬健保卡 健保快易通 或者是行動自然的民政群 BBC的那些 那些 對大家都不再是陌生的事情 以前我們對這個 最困難的就是說 國內可能有沒有 一百萬人用 健保快易通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那個體驗 沒有辦法傳遞到決策者 但是現在就是經過這 特別是最近一年 大家大概都有體驗 而且也包含像 今天沒有來 也可以在線上參加等等 那種視訊 對大家來講 都變成一件 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 在大家 這些新的習慣 能夠接受的習慣裡面 去畫 比較像 Zero Trust的這種 Parameter 不過我覺得是 還蠻重要的 因為 我們自己在Consumer 這邊 在平常用 不管是Google手機 還是蘋果的手機 其實都已經 很熟悉了一些 操作習慣 這些操作習慣 比起 記憶品碼 等等 當然是比較方便的 因為他們的重點就是 在增進它的方便性 那 等到就是 他們 都已經推出了這些功能 可能 十年之後 如果我們才 激起直追的話 那就會碰到 那個說 Mac上面爆水 哪有到爆炸的那種情況 並不是說 爆水人已經退步了 而是Mac的使用體驗 進步了 所以 大家當時才會覺得說 在美商爆水 什麼特別痛苦 等等 所以同樣的道理 如果我們不是 短隔十年 等到 民間的這些 公司都發展到很好的 Zero Trust 體驗 而是我們自己挑一些 我們平常比較痛苦的工 和笑 之類 自己來試試看 然後把那個體驗做得很好 而且 因為大家都要用 所以各級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說 這樣真的是比較好 的話 那之後在規劃新的系統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些 比較新的架構來做 我覺得使用變異性的衝突 就會慢慢可以緩解 慢慢可以解決 這跟另外一個題目 就是個人資料的 就是 怎麼講 就是去識別 沒有辦法完全去掉識別 然後 而且去識別之後 可用行為不足 這個問題 也是同樣的 就是現在 民間的這些諸詞 像我當時 剛加入內閣的時候 本來在蘋果 蘋果做的就是用 所謂的民視強化技術 讓你跟Siri講的話 不用傳到任何地方 但是 每個地方的口音 它還是可以用分散 去學習的方法 再學習 那在這六年來 這種體驗 就是 把儲存跟計算 拆開的 這樣子的一些做法 現在就慢慢 就是 在民間非常的成熟 但是公務體系裡面 還是幾乎 不太容易來導入 但是 因為我們過兩個月 應該就是 健保資料破案期間 就會有解剖了 所以 在那個時候 就是那個perimeter 就是那個邊界 那我們就可以 繞著那個邊界 去做一些 比較 既不犧牲隱私 事實上強化隱私 也不犧牲可用性的 這些做法 那同樣的 我覺得這個就跟 業務發展跟隱私保護 中間 以前絕對 好像是領和的東西 我覺得是可以有所推進 概念上是這樣 所以我們之後 也會有一些 專門的 就來為 專門做這樣子 強化隱私的這些技術 有362 26位朋友們問說 以國內的大都市而言 民眾 面對新科技 跟線上應用接受度高 但是還是有一些數位 落差問題存在 那工門在數位 轉型的時候 提供的便民服務 除了維持多元管道之外 有沒有其他方式 讓數位落差 讓它產生的剝奪感 能夠比較減少 不距離 好比像說 像我們當時 在第一次紓困的時候 就是衛服部的 波納吉南九處方案 當時大家可能記得 有所謂紓困之苦 對不對 當時指揮官 有一個說 什麼分事同分身 什麼合作多餘快 之類的 這樣一種說法 就是當時 新北的 就是櫃台的人員 沒有辦法 批那麼多 來填紓困的資料 所以整項整項 煩到 中央衛服部 請衛服部 帶打 就是幫忙 進入 希望大家還記得那件事情 那件事情 真的就是 當然 有維持本來的 多元管道 直等管道 但是 實務上面 這就是造成公務員的負擔 就是我們如果 推動一個就是 讓民眾便利 節省一小時 但是我們公務員 特別第一線的公務員 要報告兩個小時的政策 這個政策就不可能永續 因為我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 那所以 後來到第二次 波納吉南九處 紓困的時候 我們當時 就我們幾個弄出 服務設計的 我們就想了一套新的方法 那就是說 就是 封鎖啊什麼 就再也沒有收監櫃檯了 它乾脆就沒有收監櫃檯 而且是在那個之前 我們就把PDF的那個書表 請里長啊 或者里辦公室啊什麼 就直接印出來 而且上面就是 免付郵票的那個 回郵的 就是 就是郵區的Pillbox 我們把那個表面減少 變成剛好跟你的存折 印本一樣大 所以 任何人都可以 只是服貼一個存折印本上去 寫一些最基本的聯絡資料 然後 折錢然後丟到油桶 就可以了 那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其實這樣子丟到油桶 一起去公司來講 或在地辦公室旁邊就有油桶來講 這樣子的資料搜集裡面 對他們絕對是比較好的 那他們之前覺得 就是我們 我們之前覺得最困難的 就是數位化這件事情 那但是 後來因為他們是集中到 同一個就是 中環郵政信商裡面 那當時在疫情期間 也有很多可能 行走比較不方便 但是 打字完全沒問題的 這些比較 就是深心的 需要 外交易集會的朋友 那後來 衛服部也 找到了這樣子的一些朋友 所以 後來就是 所有人都集中到Purebox 然後再由這一些 協會的支援的朋友們 去 就是 完全做數位化 那他們數位化的時候 的那個目標系統 就是跟你 線上申請完全同一套系統 所以 這個時候你就不需要 維持兩套系統 而且 因為他們打字就真的還蠻快的 所以 就算你去走直的這條路 你收到那一張 會票 或者是直接打進帳戶的時候 你也不會比去線上的連報 還要賣多少 那所以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蠻好的例子 就是說 我們多元管道是 前端的多元管道 但到處理端 就是相同的東西 而且相同的東西 當你回去的時候 你也有 就是直接會領 或者是 像我們當時 還有家庭防疫補貼的時候 是你可以直接在提款機裡面 這個領出一萬塊 或你跟線上拿一萬塊 等等的方式 那這些都是大概已經熟悉的段落 那只要你用的是他已經熟悉的段落 你就想去交易訓練成本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無止境地去提供多元管道 因為每一個你都沒有交易訓練成本 但是如果 這個段落 不管是蒐集的 還是最後利用的 是你要維護的 因為這是全新的 沒有人跟你一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大概不太可能真的提供多元管道 而且到最後所有人都會累垮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多重複利用 已經建立好的 像郵局 郵政信箱 或者便利商店 提款機我等等 這些大家都已經很熟悉 而且很信任的一些段落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 減少一些所有落差 所產生的剝套感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自己 學會成會去交我旁邊的人去 請考好留待 323位朋友們問說 數位轉型不是一蹴可擊 你沒有辦法立刻就改變 導入期間可能涉及各單位的溝通協調 甚至未來數位方案不會成立 政策推動也當然會面臨跨國會的溝通協調 那要怎麼樣子順利 而且有效達成協商的合作 可不可以分享這部分的經驗跟這些心得 我自己的這幾年的感受是說 我們公務員下班之後也都是想念 我有在推特上面看到說 今天要演講 然後就有這個 不知道在座還是在遠端的想念說 要先要參加之類的 就是說 事實上大家下班之後都是想念 那在這個情況下 本來就有一些 我們自己可能我們業務上面跟這個無關 但是我們就很想改變的東西 所以重點還是在 把跨部門的去移軌到這樣子的需求 我舉例像 我們當時做 剛剛講的報酬問題 我們到爆炸的時候 那那個小桌長我們去安排 就是去跟民間的這些 本來是連署來翻桌 在社交台發現沒有翻桌 我們要寫畫裡面 報學系統的朋友 我們安排的可能就不是財政部的開關成本聯絡人 或是財政部的同仁 可能是不知道 因為他在下班的時候會去釣魚或去衝浪等等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們每個人在橫向機關整合的時候 如果你找的是他的上下游機關 但是這個人對這個中間的這個湖主 是站在實際使用者的這個角度 只要能夠找到這樣子的一個champion 或是說我們如果做敏捷的話 叫做on-site customer 就是在你機關裡面的顧客 那只要能夠找到多一些這樣子的人 那我覺得橫向協調通常都非常的順利 因為他就是實際的輔助 像我們當初做醫療輔助平台 簡訊試練師的時候 那衛福文來我們辦公室的朋友 其實就是之前SARS的時候 做疫情調查的朋友 那因為他對整個醫療的這個流程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們就少繞一些冤枉路 就不會變成說他設計出介面 但是對醫療沒有幫助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找到on-site customer 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所以未來就是 不管是說一般或還是其他部位 我覺得只要跨部位合作的時候 雙方都能夠找出 對於對方要做的事情有需求的 不可在自己的rank裡面 那這樣組成就是協商的方式 那就會雙方就是彼此 像對方就是能夠進入雙方的需求 那其實只要這個脈絡切換的成本降低 那我覺得大家都是就是很專業的公務員 我想實際做出一些能夠讓大家能夠接受的做法是沒有問題的 那比較怕就是說同一個字在兩邊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通常的時間都是花在這種校準對準上面 像之前協調電競的時候 就是因為三個部位都對電競有不同的定義 就是那這個時候就很難協調 但是後來大家都同意一些最小可行方案 所以它是一種表演式的新聞記憶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突然間文化部教育部記憶都覺得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可以處理的 但是有一個很關鍵的就是找到當時來的那位主密他 以前我玩過下過圍棋而且下的還很好 然後我們去給他看說現在圍棋也是一種回合制的電競等等 就是你要有一個bridge narrative 有一個橋接式的方法 來讓他的想像能夠接到就是其他部門的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說沒有什麼問題 有306位朋友們問說 國內各大民生資訊群在建築期頭的資訊欄已經眾多 近來已經陸續有過舊的設備應應資安已經 確實需要太緩的精緻不符的情形 以某總來說 建立系統也是一樣的狀況 如果以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來說 大型的民生資訊系統 在未來要怎麼樣的瘦身 或者是圍觀 甚至是買服務 那會怎麼樣的看待這個問題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這陣子因為要試新版的GCE 就是政府標準主態 所以我就 因為我入閣五年 從來沒有用Windows辦公過 當然就是都是用 不管是iMac或者是iPad 或怎麼樣 但是Mac是不受GCE規範的 但是因為之前我也就是還好 所以就比較沒有涉入這方面的工作 但是後來因為最近業務 開始設計籌備辦公室等等 然後不得不來用GCE 我就很認真的看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在合乎GCE的情況下 反而我用Linux 也用Windows順 因為我就幾乎 我不能說一輩子 但是最近十年 就是沒有怎麼樣用過Windows 但是因為現在就是 Red Hat 9吧 升上去之後 就是靠了GCE的Red Hat 升到Grunky Linux 還是SendOS 反正相當於Red Hat 9的時候 它的使用體驗就跟Mac 就非常非常像 所以我就很容易上手 因為兩個都是UNIX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發現說 有一些好像 就是已經有點年紀的硬體 設備 甚至包含筆電等等 被掛上去之後 就用得很習慣 當然我不是在說 就是突然之間 大家都不要用Windows 不可能挑到這部去 但是有的時候 一個硬體它什麼時候算是太舊 什麼時候算是無法升級上去 確實有的時候是未然決定的 就是它跑不動Windows 10 就算太舊了 很快接下來跑不動Windows 11 就算太舊了 但是能夠跑得到Windows 8 但能夠跑到Windows 9 其實並沒有這個 逼著你要開玩的這個情況 它只是跑得稍微慢一點點 那如果又是 就是多元宇宙分三十架構的話 那你就多幾台跑就好了 也沒有就是快慢的問題 所以我不是覺得 不一定要用Oracle 或者是微軟的那個節奏 來想開玩的這件事情 有的時候就用這個軟體就好了 那但是當然這個 我也會了解 不是立刻就會 就是全面的實行的這個情況 但是至少我自己做的習慣上面 覺得很順 所以我就自己用來玩看 那當然以關鍵基礎設施 尤其OT那邊 當然不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套ID的這套的想法 那不過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而且今天就 以後不是那個全國自然長會 那個好像夏禮拜爾 就是明天這個軟體 就要多想要 brief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可能先講到這邊 但是我會建議說就是 盡可能多的用 public code 用reusable component 用可重用的元件 那我們越多用可重用的元件 等於是各國都幫我們做的 深圖測試 因為他們自己也才用類似的元件 那我們自己從頭寫得越多 而且我們從頭寫得越多 而且我們從頭寫又不公開得越多 那這個其實是造成越大的 就是管理上面的負擔 所以我覺得要受身的話 就是要從多找出一些public code 一些工工程式開始 那有三派醫師會朋友們問說 變服務在社會轉型的過程裡面 使用這體驗的意義以及服務器 現行蠻多部門是在開發專案前 就做實用這體驗規劃案 其實太棒了 那在此類需求越來越多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稍微真實的思考 來讓各部門就預算考量 合約規範到專案開發作業上面 可以依靜 對就是剛剛講到那個 理解範本什麼 當然大家都採購的時候 現在應該就是該購的 或者該放的字眼應該都會夠好 為什麼 那一天要 按一下 對 那但是 像剛剛講到的設計系統這種東西 他可能就 目前還沒有比較全面的導入 那當然有很多原因 那主要原因就是 每一個業務單位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資訊的想像 他自己的資訊的預算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 有一些cross-cutting的東西 那資安當然是一個 但是我覺得像使用者體驗裡面 比較就是設計系統這一部分 只是網站的感受 好比像說你的配色的色盤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就是說 如果你的機關的色盤 或者是標準字 跟我們的不一樣的話 那你知道該解號 會有一個選擇器 稍微改過之後 那你就可以可置化說 我們要整個交通部 看起來要是什麼樣子 並不是說什麼東西都要 像英國GTS一樣 所有的東西都看起來 跟GTS的網站一樣 並沒有那種野心 但是 就是如果是 這些是可重用的 而且最主要是可升級的 就是未來如果有新的 顯示的方式出現 不同解析度的螢幕 長官體的螢幕等等 那我們就只需要在這些 基礎元件裡面 大家就按個鍵 全部都升級到SIM板 那之後這些 好像說 新的市場的報讀來提 或是有些什麼出現的時候 那我們只要升級到SIM板 所有的機關都自動試用 那我覺得 就是除了資安之外 無障礙 大概在應用性上面 是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這樣子 那以前當然是因為 有一些歷史原因 就是負責機查 發料章的那個單位 跟負責去做 就是UCT測試的單位 分別在自己 跟國發會 所以很難說 整合起來變成 同一個Passport這樣子 那但是 因為未來就會 全部都到 數位政府司裡面 所以我想就是 比較 可以用一種 比較活躍的方法 而不是一種 好像就是reactive 就是直接來 機查大家哪裡 做錯的方法 比較正面的去說 那你可以導入 哪些共同的元件 那自然它的應用性 就增加 那如果要導入 更多UX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我們就是要 建築在 在報酬人體成功了之後 我們別的系統 都可以refer到 報酬人體這個經驗 那我們如果 同樣的就是 如果設置系統 這些東西 大家導入之後 覺得還不錯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沿著這個 再去做更多 或者是UXSD上面的一些工作 想要給大家這個問題 有307的朋友問說 以去違反的估計 將引領國家說 會不會有更多的指引 或者是規範 讓各部門可以依循 那在制定規範 跟指引的過程 有沒有哪些機制 可以讓各部門的痛點 需求跟痛點 有效的被歸納收斂 這個也是 這非常好的問題 不過我自己的 大概入閣以來的工作方式 都不是寫指引或者規範 我大概都是寫一些 reference information 就是一些參考用的實作 那這個參考用的實作 因為反正跑起主作權嘛 所以大家就隨便拿去改 那改了之後 如果覺得還不錯用的話 有時候也不是政府機關 有時候是民間 自己就使用了 那使用之後就發現說 那這個是可以互通的 那就變成一個 interruptibility layer 舉例來說 像女生公公物物眼網 就是很好的例子 就是當時我還在民間的時候 那時候的一些做什麼 空隙盒子啊 的那些朋友 他們也有用分三式帳篷嘛 也有它推銷 然後也有去 莊研究院陳寗志老師那邊 他們有一個分析的計畫等等 所以等於是民間已經有一些 de facto 事實性的標準 但並不是國家標準 那那 那 當然後來就是 透過前瞻的計畫 去用 就是 我們的IoT的 真正的理想的標準 sensor things 等等 去把民間這些東西 去做統合 但是民間並沒有喪失掉它的 自主性 就是它還是可以自己 試各種各樣的東西 那 當然 像 國家可以幫忙說 教程它的精進度啊 等等之類 就是 雙方各自找到一些 可以做的事情 那 那 因為就是實際第一線的同仁 跟在民間第一線的小學老師啊 或是環境教育的朋友啊 在那邊回座 所以 他們這樣子長出來的東西 其實嚴格來講也不是 就是 比較是跨域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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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標準 我覺得才是一個活著的標準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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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的製造行業標準 我覺得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去擴散它 然後 去確保說 不是只是空氣品質這件事情 水平值 各種各樣就是空地災等等 都可以開始去 用同樣的方式去做這樣子的跨域的協作 所以 我想我們未來還是會用類似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 我們自己作為一個需求者 那我們整天也會處理一些 像 剛才講到公文啊 表達那 等等的事情 但是 我們盡量就會用一些可複製的 而且不用問過我就可以複製的方法來做 那做了之後如果慢慢的擴散 大家也覺得不錯的話 那也許實際在處理這件事情 同樣自己也會想到要改 想一些模組什麼的 那我們就可以通過標準的 就是自由軟體界的那種 互相協作的方法 而不是透過這個聞來聞往的這個方法 那至少在前一兩年 我覺得先有些這些規問 就是讓大家實際工作上面 真的有節省到時間 然後真的有比較安心 那我覺得之後再推 就是比較大的跨文的工作的時候 才不會說好像多一個步驟 又多一個長官又多一個老闆 這樣子的感覺 沒有就是大家可以想像說 我們MOD 就是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我們在籌備的時候 是故意調了全部都消寫的一個LOGO MODS這個字都消寫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就是所有的別的部位的支援部門 我們並不是跟任何人去說 那我們這塊要建立啊 我們這塊要特許啊 我們突然間都沒有這種東西 它比較像是我以前在行政院的那個 就是二三十人的小組 現在突然變成可能六百人 但是那個基本的概念 還是我們在設計籌備機制的時候 還是用相同的跟PVS 這樣子的概念在設計的 希望我沒到這個問題 那最後兩分鐘 有一百一十五位朋友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三半多的一個 然後現在有三個一百多的 然後接下來是二十二個贊 你們一百一十五位 我們問說 政府機關是不是有民眾 公務申辦的時候 都需要的民眾多身分辨識 那身分辨識容易有各自疑慮 那請問這數位轉型的什麼樣道 入多元民眾 不會有各自疑慮的數位身分辨識 當然當時的就是什麼 半身認浪指紋啊什麼 大家的疑慮是說 它的生物特徵會存在你的電腦上 當然你會主張說有加密 然後有什麼子安檢症等等 但是在最後就是到最後 其實是大家不是很想要 自己的生物特徵在任何其他地方 這是一個心理的問題 就是像我剛剛說 我進來辦公室 大概都是用像這台MacBook 也有我的指紋 我也是用試試Touch ID IKEY或者是那個 iPad可能是Face ID等等 但是為什麼我並不介意我的指紋 或者是我的人臉的特徵 被存在蘋果這台上面 那是因為我現在把這些器具 看成是我自己的延伸嘛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它在我是我自己的邊界裡面 那只要是這樣子 那它 而且我有足夠理由相信 它賣這麼貴的音品 已經賺夠了 不需要再賣這些東西 去給公道商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沒有足夠理由相信說 它不會把我的指紋也好 臉控也好 去Avrigate 去進一步的去做機動處理 等分 那它有隱取到這個程度的信任 當它有隱取到這個程度的信任的時候 你去跟這個 它的這個帶領對接 那就沒有問題 所以像我不管是 就是加把快音通 或者是新動自然抵診 那現在在 iPhone或者Android 比較新的Mapop的時候 都是直接用那個上面的生物電視 但是不會再要你把指紋 或什麼東西傳到健保署 或者傳到內政部資訊中心 那願意用的人就用 那不願意用的人就不用 那並不是說 好像你不用 就沒有辦法接取到 我們的公共服務 而是說你用的話 可以省雙方很多的力氣 那我覺得透過這樣子 多元創新的方法來推的話 目前並沒有任何 backlash 並沒有任何人反對 並沒有任何人說 我們禁止這個健保快音通 啟動生物電視 因為你要是真的很喜歡用病房 你就不會去用病房 並不是說 不能多使用 所以我覺得至少在未來的兩三年 應該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推動 那這樣子的話 慢慢的等到就是 青胞圍組也有時候 都用得很熟悉 很習慣了 也覺得真的就是 用指紋解鎖手機 所以可以用指紋付款 所以用指紋 辦一些公共服務 也沒有什麼不對 因為這個指紋還是在自己手機裡 那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再來討論說 那是不是就是 更多的服務 都可以導入行動災難平鎮 我覺得我們現在 重點不是充那個量 而是去確保說 它這個步動 對它來像是 就是神力又安心的 所以我想我們不會 好像突然間 鐵皮來說什麼都要支持 行動災難平鎮 但至少在 疫情營運的 像Midata什麼之類 這裡面那 只要能夠查卡 那當然還是要 行動化 目前當然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一直在規行 好 那時間到了 不好意思 後面的這個 三餐廳就沒有辦法回答 那希望有多多說 要回答一些大家的問題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鄭偉 那我們這邊的話 公共主角 準備一些小禮物 然後想要贈那個鄭偉 那就是請副局長 跟鄭偉 幫他就是站到我們台的中間 那我們就進行個 這裡的儀式 謝謝 好 好 好 那我們是不是要一次做 最熱烈的掌聲 好 謝謝我們的鄭偉 謝謝 好 那就是請那個我們的長官 還有後面的同兒 如果想要跟鄭偉一起合照的話 都可以現在到前面台前來 那這機會真的是非常難得 那大家就是可以踴躍的往前 好 麻煩大家就移動一下你的腳步囉 加快加快 好 那大家就是盡量往台中間集合 那這我也是剛蠻高的哦 我先等一下自己找位置好不好 那再到那個拍得到自己臉的位置哦 尽量往中间集中